在從事醫療工作的過程 讓我感到最快樂的兩個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在 我原本的服務的成大醫院 那我跟一群夥伴一起建立 成大的嚴恩病患 也就是成大的安寧病患 第二個讓我覺得 我覺得工作生涯高興的事情是 來到柳林齊美醫院 這個全新的醫院 把以前從病人身上所看到 所學習到的 進入自己個人的環形 對這個醫院 注入一些如何虔誠、虔範圍的 把癌症的病人照顧得更好 讓他能夠趕快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門診的一個做法 我是認為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當一個病人 他有身體的不舒服 來看我的門診 那我常常會做完 溫診、理學檢查之後 我會跟病人講說 我先處理好你身體的不舒服 然後你再去做進一步的檢查 包括抽血或者是患射腺科的檢查 檢查結果出來之後 我再進一步去跟他看診 那也是希望說 病人在來看病的過程當中 他的痛苦就能夠得到很快的解除 那另外呢 有一些他身體上面可能的危險 那也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 能夠即時地去處理他的這個危險的事情 病人永遠是醫療從業人員最高的考量 與順利 醫療從業人員 專業的養成過程當中 以病人為師 是一個必要的學習 生病是病人 生命及生活的一部分 醫療照顧 不能走看到病的這個面向 必須用更前方位的角度 去回應病人的問題和需求 不斷地學習 是醫療從業人員的生命 醫療從業人員 都必須從病人的角度 以及社會人的角度 去做好病人的照顧工作 醫病醫人醫心 是醫療從業人員的使命與靈魂 醫療從業人員 門口